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诸侯用了这首诗歌 宋呢就是什么呢 国家在祭祀 祭祀的时候 所奏的这首诗歌 当然这是我们一般的理解 但是有不同意见 也就是说 封雅宋 封雅宋 套四诗啊 它这个四诗的内容呢 有不同的意见讲 不是封大雅小雅和宋 那是什么呢 那是 南封雅宋 所以在这里我就 用一个幻灵片啊 把这个稍微内容啊 稍微点了一下也出来 四诗最早的诗出现在唐朝 唐代 那么一般的理解啊 都是这样子的啊 有封雅宋三部分总成 封国封 对不对 雅分大雅小雅 宋 所以呢 成为四诗 但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意见 也是很有名啊 四诗是南封雅宋 因为他们认为啊 封里面有一些内容 不能够把它归纳为封 应该把它归为了南 核心的代表是什么呢 周南 扫南 所以啊 他应该来归为了 那么具体的一个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 梁启超的 是四诗名义 我把它归纳了一下 把它归纳了一下 所谓的宋 天子之乐 天子之乐 在世纪里面 他的这个片名 大概比如说这些等等啊 那么雅呢 有大雅和小雅 当然他这里也是分啊 那么是天子和诸侯呢 曹慧夜想之乐 南 是什么呢 和封他们主要的 最主要的区别 是在这里 刚刚讲到 像周南等等这些篇幅 为什么把它称为南 而不称为风 主要是 它是和乐的正格 而风 它是无算乐 什么叫无算乐呢 它可以反复演奏的 没有固定定数的 这么一种呢 乐趣 固定定数的这么一种乐趣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野奏师的音乐 可以是不固定的 可以根据当时的这个具体的情形和 这个形式来 去变化 去变化 也可以啊 一变也做完以后 站了一变 站了一变 所以他们就根据我 根据了 他的这个野奏的方式 表演的方式 以及他的这个伦理的地位 他把它来 把它来 分了一下 所以叫 南风雅宋 这里就是跟大家一起 探讨一下 第六个 也是这个句子的最后一个 人为子经满因 我叫子为一经 那么这个啊 有个一经 有个一经 什么叫一经 这里的时候呢 我的理解啊 一经是整套的经体 并不是指的 仅仅就是 就是这个三字经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文贴想得过 丁丁阳 是不是 心骨遭逢 起一经 对不对 有一经吧 干戈了入四座心 那么辛苦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他自己 以及曹代 所面临的这一个 所经历的这一个坦坷 是不是 辛苦 包括自己 读书的时候 怎么样的这个 怎么样的这个 艰苦 所以呢 这是辛苦 遭逢 遭逢 也就是碰到当时的那种场景 起一经 也就是 正常的语句应该是 一经起 起字语 起语 这句话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这一个话呢 把它翻译过来了 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因为精通了 相关的一些 这个 点击 然后呢 幸运 一经先行万苦呢 幸运的被国家来 雪中 就是大朗观的意思 大朗观的意思 但是面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碰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一经呢 我感觉呢 应该不仅仅只是了 三字经 应该是 有关于 儒家的一个整套的这个景 整套的景 好啊 这是我对意境的理解 当然对不对啊 欢迎大家批评啊 好啊 这是第四个方面 第五个方面 教学建议 第一个教学方法 这里我们刘老师上一节课已经讲了很多了 对不对 并且非常的活跃 活泼 大家也相信也是非常的受益啊 什么宋读法 指读法 开火策法 营藏法 很多 对不对 其实啊 一个原则啊 也就是说 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越活越好 但是 一个核心 不能够偏离他的主持 不能仅仅是为了 因为要去 为了娱乐 爱娱乐 他的这个中心不能贫 对不对 你不能够把它完全沦为一种娱乐性的这种东西啊 不去突出我们经典他的这个教育的这种利益 那就是丢了西瓜 接了芝麻 所以啊 我们从网上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教育的方法 本来这里有视频的啊 就不放了啊 第二个生活啊 生活化呢 也就是说呢 要把这个经典 要具体啊 要落实到 这个呢 孩子他的这个生活过程中 比如说 上次经里面 对我们这个 孝帝啊 他的这些道德要求啊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具体化 通过一些事例 通过一些呢 具体的行为 来把它强化 这种意识 第三个就是情境化 情境化是什么意思呢 情境化就是创造一定的氛围或者是 让那个情景再现 比如说 孔融让狸的故事 对不对 可能我呢 把这个故事跟小朋友一讲完以后 他似懂非懂 但是我们通过可以创色 创色像孔融让你 像类似的这种情境 然后去教他怎么去做 教他怎么去做 这样的话 他们才能慢慢的慢慢的来 慢慢慢慢的来 才会有这种意识 我就讲一个 我小 我小家伙们啊 两岁现在啊 我经常 一般他 我整体 整体对他的评价是非常小气的 确实是这样 他有了什么好东西 基本上是很难 也不愿意 跟你们 就是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他这个私欲 再有欲 非常的强 然后呢 我就我们 我和我 妻子就开始淫荡 淫荡的时候啊 就是说比如说 他买了一包糖 我去教 给爷爷给一颗 奶奶给一颗 最初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根本就不愿意 但是慢慢慢慢的 这个引导 现在比习气好多了 但是这个引导过程啊 我们也要注意啊 我们的这个呢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长辈要配合 像他爷爷和奶奶 非常的同胀 隔一带 对不对 所以那也同胀不得了 他刚开始的时候啊 他把这个 我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引导下 把这个糖 给他爷爷 给他奶奶的时候 他爷爷和奶奶 他反应是什么呢 啊 宝宝吃 爷爷奶奶不要 这样下去麻烦了呢 对不对 他本来有这么一个 有这么一个引导的和展示的机会 但是问题是 他们没有坚守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过 说你们 他的这个 他是给你们 给你们的时候 你们应当要呢 对应当要拉着 应当要拉着 这样的话 他才能通过一次 两次三次 不断的这个重复 他才能够有这种 才能够有这种意识 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要把这个 具体的这些事例 把它呢 啊 情境化 通过一种情境 把它具体再来 展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在 在教这个三次经 他的这个有关于 天文地理的知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什么 世界的地图 中国的地图 把它展现来 他们的这个面前 然后让他们去找 哎 你的家在哪里啊 对不对 哎 北京在哪里啊 他这样的话 他才会有一个概念 要不然的话 对小朋友来讲 他根本没有这一个概念 同样的 我们现在很多机构 很多学校 他都会在这个学校的走廊啊 楼梯啊 以及这个活动的场所 去做一些布置 对不对 把一些这个 名言名句啊 这些经典的故事啊 哎 把它来 哎 哎 哎 把它来通过一些 呃 恰当的这个方式和方法 把它给 创造出来 布置出来 但这也是一种情境化 的一种方式 让学生啊 让小孩 哎 一走进 那个氛围里面 就能够受到 受到熊涛 啊 这是来情境化 啊 教育要求呢 啊 保证教育的时间 合理安排教育 进度 啊 可以来不求圣洁 特别是对小朋友啊 小朋友 因为他的这个啊 不要有太多的这个讲解啊 哎 不愿意有太多的讲解啊 啊 精神能力必须有限啊 第四个是争取家长的支持啊 这个很重要啊 所以大家就是说啊 在我们这个经济教育教学的过程中 要时刻跟我们的这个家长保持联系 要跟他们一起沟通 哎 把他好的表现 好的 进步 快的 要向家长汇报 把他 应该要呢 改正的 要请家长配合的一些呢 习性 也应该呢 也 让家长知道 啊 两方面共同去努力啊 上师教育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 正与教育为主 啊 少去批评 最后 注意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正确处理好 知识 学习和生活实践的关系 也就是说 学知识 他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来 学做人 啊 学做事 单纯的知识的教授 不是目的 还是一种手段 所以我们 在这个 平时的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啊 并不要 我一定要去强调啊 去去比 跟什么机构去比 比什么呢 二眼你看 我 我这个机构 我小孩子放到我这里来 一年的时间 把轮运全背完了 把什么全背完了 背了几万字 几万字 这是公立化的教育 这是公立化的教育 所以也就是说 对这一些 存知识性的这一种 存知识性的这一种啊 他的这一个 记忆啊 我们不一定要很注重 关键注重的是什么呢 要他的行为 来比我 如果一个小朋友 他的这个 背诵的这个程度不满 不是和其他小朋友相比 不是很多 相对来讲要慢一点的话 没关系 只要他在行为习惯 在各个方面 这个方面有进步的话 那我觉得就应该是 非常值得肯定和表扬的一件事情 所以要正确处理好 知识学习和生活实践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教育困难中 一定要去注意去引导 不要把它 像什么 单纯性的这个记忆去引导 容易产生一个什么 骄傲的情绪 你进去 哎呀 我好厉害 我背了好多字 你老师 我背第一 是不是 这其实不是一种好现象 其实不是一种好现象 第二个呢 要正确处理好 积取传承 继承和批判 仰然气的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们知道 三次经验 以及包括我们其他 一些我们的这种经典的诸读 不可避免的 有一些过时的东西 这个没办法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 和我们现代人所见识的 所思考的 所接触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面对 面对这个现实 所以我们不能够 我们必须要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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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謝謝 緊張 請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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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天上海 你從小手拿 二天一天 你從愛 從難 你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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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いる 我是 martial 從山 你從心 從心 你從心 從天 你從心 從心 心裡心裡心裡 心裡心裡 替我心裡心裡想你 機程暴美kin 心裡心裡心裡 心裡心裡 心裡 永恒之夜旁白 不太乖 我爱你相爱 你从小中来 我爱你 你从爱中来 我爱你相爱 你从小中来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相爱 你从小中来 我爱你相爱 我爱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世一切 起我心底起笑意 二年上海 一种想重来 二年一变 一种爱重来 二年一变 起我心底起笑意 二年一变 起我心底起笑意 二年一变 一蔚以导致 二年一变二十年下沉 二年首跟何一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周围的地狱 叫做邦极 第三个字呢 是极 这个 第九章 第九章 极一极 极一极 极就是别极的极 极续合聚合合的意思 这个极本身是指那个马 这种一种搓成蟹 搓成蟹 这个极的原意是这个 还有一个字呢 第四是极 极 极兮尽至 也是第九章的 目目闻王 于极兮尽至 这个极呢 康熙的极 这个极是光明 光大 晒干和弱的意思 这是第十章 你们买的书呢 就没有 没有我 没有章 你看我边的书都加了个题目的 所以没有章节目的 没有章节目的 没有章节目的 第九章 没有章节目的 第九章 我这个就很好看 很好找 第十章 是 玉 大家看上边 玉 这个要读玉 玉时的玉 是吧 水边汪去的地方 什么叫做玉啊 这个我们很多老师 带学生读澳 澳 澳大利亚的澳 起澳 这个地方要读玉 所以要读韵律学 文字学韵律学 是吧 水边汪去的地方 叫玉 第六个字 谢 第一个字 要读谢 西安 谢 威武 威业 广大 宽广不大的意思 不大的意思 大家不要 现在不要写 反正这个发给大家的 是吧 口给大家的 都有 我们看一下 连续有三个 基本同音的 靴 靴呢 是通火字盘这个靴 盛大 高尚 谢阳的意思 这个靴 第三个靴 是遗忘 忘记的意思 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有一个 污乎 我们不能读个 于习 于习 不能读于习 污乎 是一个 太词 相当于现在 哈语里面的 艾亚的意思 艾亚的意思 是吧 污乎 你不能读于习 是吧 这个一定要懂 艾云 远律学 第十个字 鞋 鞋 鞋之道 鞋 鞋之道 鞋是横量 量度 规范的意思 这个鞋 这个多了一个鞋 鞋是制作方形物界的工具 鞋拿起来量 量东西 规矩 规矩 就是量方形的一个工具 量物界的工具 第十一个字 是 十一 智 智 不义 不执事 大的意思 二十七章 第十二个字 就是 冒迹 冒迹 是基督的意思 基督 你冒迹人 就是基督人 基督人 十三个字 就是 微比 是十八的意思 十八的意思 好 这十几个字 最难理解的几句话 主 我认为 你把这几句话了解了 大学你就都懂了 都可以讲了 是吧 我就认为 这几句话 大家很难解释的 真理比较大的 第一句 是 大学知道 大学怎么解 现在全国大概有十几种观点 最多的观点认为 大学啊 就是古代的 现在的大学 我认为 这个观点 觉得不对 过去啊 还在 寻求战国 末期 战国中期 那么还没有明确 哪个办了大学 是吧 孔子那个主要是 诗书的开山笔主 还没有中学 大学都还没有 怎么作为大学 现在的大学来解释呢 他认为 现在大学的中子 就是三个 三点 我不赞成这个问题 还有很多很多问题 我再次呢 怎么解释呢 就是 修身 职国 其家职国的大学问 你看三世上 绝不讲修身 修心 其家职国兵天下的大道理 是吧 他怎么讲这个 现在怎么大学里面 大学要做好三些事情 这个写的不通 第二个呢 有一个真理最大的 就是大学的在清明 在明明明德 大家基本上没证明 在清明 因为是朱熙 朱熙你看在中国历史上 理学的 其大成者 是吧 那么 朱熙解释这个清明的清啊 他翻译成为 新旧的新 做新明 在于做新明 我们过去听老师讲 都是这样发生新明 所以我呢 不主张 是翻译成为新明 新明根本不通 无法讲下面 也无法 讲其目 是吧 与本意啊 我认为 不合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大学指导 就是修身职国大学问 道 规律 规律 原则 要求 领导 道有这么多说法 道理 道路 规律 原则 在古代的道还有个字 领导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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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认为 是 总原则 总要求的意思 所以我把它翻译呢 是 修身职国大学问的 总原则 总要求 就是三条 实际上 我通俗地讲 我讲大学是什么 就是政治讲 怎么做光 怎么做人 主要讲是这样的 做人 怎么管理家庭 也是做人的道理 这个内容 是吧 那么 在于三条 在于 第一个名 是动词 弘扬的意思 发扬的意思 明明德 发扬 第二个 是名词 是吧 是名词 那么 在于 弘扬光辉的平等 在于 亲爱 平民 百姓 我们做光的 修身职国啊 的目的啊 就是 要弘扬光辉 平等 在于 亲爱 平民 百姓 在于 使光临达到最高经济 使我们的各项工作 达到最高经济 不可以啊 在于 光临 可以不要 也可以 在于 达到最高经济 我看我们修身也好 做光也好 就是这三条 弘扬光辉 平等 亲近 人民大众 在于 使各项工作 使自己的光临工作 各项工作 达到 智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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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 最好 就达到最好的水平 也可以这么翻译 使我们的各项工作 达到最好的水平 最高的水平 智慎 高嘛 是吧 第一个指是 就在这个地方 是吧 达到 的意思 最好的水平 最高的水平 所以很多企业 把这个智慎 所谓企业的目标 就是最好的水平 最好的效果 最好的效益 是吧 我认为 大学问 特别是做光的人 修身 治国 你主要目标 就是三道 下面就来查书了 是吧 知之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进 近而后能安 安安而后能律 律而后能得 是吧 后面就要查书 怎么来做到 弘扬光慧品德 怎么做到清明 怎么做到治国 一张一张来查书 最后查书你看 最后三十张 身材有大道 决定讲怎么管理财富 怎么管理财富啊 是吧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很难解释的 这一句很难解释 其本乱而莫知者佛义 其所厚者宝 而其所薄者厚 未知有也 第五章 你没看到 是吧 可以翻到书 第五章 这一章怎么讲呢 本乱就是道德这个根本 道德是人的根本 这个本是人的根本 你这个人的道德的根本 坏了 而想来治理国家 治好国家 那是不可能的 未知有也 否则否则否定 没有了 是吧 一个人的道德根本都没有了 都乱了 而想要治理国家 明天下 所以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是吧 好 后面一句 厚者薄 薄者厚 厚就是重视 薄就是轻视 在这里做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话就很好解释嘛 应该重视的大事 都被轻视 被应该轻视的小事 反而被重视 这种日历天下的方法 是从来不会有的 也不会成功的 我们在座的 你看 你是这么重视的 修身嘛 你怎么去管理企业 管理学校嘛 应该重视的 你不重视 不应该重视的 你重视 怎么治好大卫 治好国家呢 所以我们 我讲大学是 管理学的一部 最高水平的管理学主义 应该讲得多好 治国 修身极佳 你讲得多好 是吧 一个人的道德是根本啊 道德都乱了 还能够治国吗 不可能 应该重视的东西 你否定 也可以做否定 不重视 应该不重视的 你结果花很多精力去重视 怎么能够治好国家 治好一个大卫 治好一个学校呢 是吧 好 第三句 第六章的第三句 这个很难解释 有些争论 实际上我得理解 是 前面解释了 是解释了 故事贴之明明 故事 就是经常 经常 故 经常 经常注意 上帖浮予的 弘扬美德的使命 弘扬道德的使命 你看 我们诗经里面 决明有句这个 要经常注意 上帖浮予弘美德的使命 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要大家 弘扬绝同文化 弘扬经典 就是弘扬绝同美德 我们大家要经常的 注意到 思考 是吧 要提醒自己 所以 上帖浮予我们 弘扬 美德的使命 第四句话 叫做 木木文王 于积息尽至 于积息尽至 积息 第九章 木木文王大家都知道 指的周文王 仪表木木是 仪表堂堂庄庄 叫仪表堂堂 仪表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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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写在一起 更加强调 仪表堂堂 端壮 切工的周文王 他光明的美德 积息日光明 是吧 博大 积息日博大光明 是吧 他光明的美德 谁啊 尽知 人们无补从尽 周文王 你看 在论语里面 孔子这么评价 周文王 周文王 是大圣人 福西做八卦 他把他 推算成六十四卦 完全周文王 要治理国家 有一套 完整的思想 离 周文王在这里达到最高水平 是吧 孔子讲的福里 就是要恢复到周朝的力 周朝的力是谁创造的 周文王 周文王 是吧 你看 所以 来摘扬周文王 一表堂堂 端端切工的周文王 他光明的美德 人们无补从尽 是吧 第一五句话 叫做 扎笔其欲 律主一一 我在讲课的时候 学生啊 就这句话很难理解 我在全国 跟你讲大学啊 大家认为这句话很难 实际内呢 很简单 你把几个字一疏通啊 叫哦哦 非常简单 是吧 扎 高扎远助嘛 远望嘛 是吧 扎嘛 且扎心 就是你要前面看的 在讲大学啊 你心不静啊 做不准任何事情 要以静来直动 第三点我认为 你看 之所邂逅则经报 你必须懂得规律 掌握规律 运用规律 才能获得成功 违背规律 肯定要失败的 搞经典教育 违背规律 也是失败的 你基本理论没掌握 也是要失败的 你看做了半年就夸掉了 一年夸掉了 然后我们做的 越来越发达 三国一下别人三切人 是吧 所以你看 我就是这么讲 这个呢 今后有时间 这些我们打着系统的 这一次决定学大学 下一次决定学论语 你如果听了五部经典 就不要老实讲了 你所有经典 你都能够去庄业讲解了 所以就是基础 好吧 我呢就是这么的来教学生 你们都要联系实际的 你不联系 我都是历代的案例 细代的案例 国内外的案例 你没联系实际一讲 学生听不懂 是吧 学生没效果 并且讲了要学生做 必须做 要解采 我看我们经典教育啊 只有用心 没有做不好的事 实际经典都是圣邪的人生体悟 你们拿着都在做 指引大家没有很好的总结体悟 所以经典一定不难 很简单 很好学 很好读 读到非常有用 我就今天上午给大家汇报到这里 谢谢各位 中文叫做校庆家 中文做教育每一个细节 你都要提些经典 这是我们回去要好好做的 好吧 我只把我们做的一点点体会啊 一个方法给大家参考 一定要校庆家 是吧 第三带头运用中华经典 还要带头运用中华智慧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中国经典里面这么多智慧 做人的智慧 做事的智慧 做光的智慧 你呀都是傻呆呆 人家哪里想过教经典的 读经典 你读经典 我没读经典 没有区别啊 我还读你什么经典 读了经典的人 你看 心情 形态都不同 礼仪行为都不同 读经典对待人都不同 读经典的做事你看 我们还没做光 他就做好了 是吧 这个人家就觉得大家都跟到你来了 这个读经就读得好 是吧 读了就不同 智慧 智慧是什么 智慧是复杂问题解淡化 智慧 智慧 你看啊 智上面是个知识的诗 下面是个什么 日 每一天都要学习啊 才有智智慧啊 才有智慧的 你看 我们老祖宗造字造的多好啊 智慧的智 看到吗 怎么有知识啊 没有知识怎么有智慧啊 怎么有智慧 每一天都要扶取知识 每一天都要学习 才有智慧 你看 慧 慧这是什么 上面两个丰收的丰 中间呢 是个大山的山 因为写为了字的美光 所以我们老祖宗把它横起来 是吧 诶 下面是个心啊 是吧 怎么有智慧啊 心要非常安静 非常稳重 心要像一个大山一样的稳重 你这个人再获得双丰收 双丰收啊 双丰收就有智慧啊 每天要学习 心要非常的定 非常的静 这样才有双丰收 才有智慧 所以我是讲智慧就是 简单讲智慧就是 复杂问题简单化 知识呢 知识是什么 都过来 简单问题复杂方 你看我们老师啊 如果没有智慧教授 把学生越叫越糊涂 有智慧的 把复杂的问题 最难的问题 最难的问题简单化 学生掌握了 所以我们要运用老祖宗的智慧 经的圣邪的智慧 经的中的智慧 来教我们学生 是吧 怎么处理问题啊 你看一下就学了 所以我们温主席 温主席家庭 他爸爸总结了四句话 读经的四句话 我把这四句话 温主席不说 我帮你介绍给大家 他爸爸总结 不读四书 四书五经啊 这个读书的书 就会四书 书掉的书 四个方面书掉了 不读四书 就会四书 四个方面书掉了 那四个方面四句话 我觉得他爸爸 真的有智慧 总结得好 并且温主席四姊妹 各个香港民流 就是从小读经 四句话 不读四书 就会四书 四个方面书掉 第一 出口无章 出口没文章 没读四书的人呀 出口没文章 第一 礼仪不装 礼貌仪表不装重 你看 没读四书的 做到做不好 再到再不好 说话都说不好 是吧 礼仪不装重 第三句话 处事无方 处理事情没方法 是吧 你看我们老祖宗 读了论语 做人做事都知道了 怎么没方法呢 是吧 处事无方 最后一句很总结得好 生命无光 生命无光 我到哪里讲学话 都学讲我们温主席 爸爸总结的四句话 四书五经 不读四书五经 有四个方面输掉了 出口无章 没有文章 没有文章 礼仪不装 庄重的装 处事无方 处理事情没有方法 生命无光 你看生命的光彩 你看我们台湾的香港的 我们温主席七十六岁 我都讲他 今年一十六 去年一十七 是吧 是 你看生命光彩 做了这么多事何在做 昨天我们听了我们哈尔滨的 我们两岁的妈妈 是吧 她自己讲了 挪了金给油票看 是吧 又挪了金得知道怎么做事 怎么生命有光彩 她做了那么大的事业了 撞了钱 撞了钱 撞了钱干什么呢 撞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哎 生命也有光彩 在推动中国的瘸头文化 推动中国的瘸头美德 使中国人每个人接受深度文化的教育 使真够民族提升素养 是吧 这就是生命有光彩 不是你拿这个钱 什么用 我就讲一个人两千万就是你的 超过两千万不是你的 我跟我全身所有领导大部 市长 协长 人大主任 这些政协主席 全身对协委书记讲课 我都是这么讲 你要那个结果 是吧 很多人不懂得做人啊 你读读文语都知道了 是吧 孔子说五十字天命啊 现在我们八十岁不知道天命是什么 是吧 死了又快死了 还没有想通 老天爷派你来干什么的 啊 我们在座的都是老天爷派来推广经典教育的 是吧 是吧 老天赋予你的使命 那没想通 是吧 白白的浪费生命 我讲现在不是浪费生命 浪费自然 浪费这些资源了 资源这么缺乏 结果你活了九十岁 你看 吃了多少资源 结果没做一件事情 生命光彩吧 没光彩 是吧 所以我们要一天当一百天来用 还不用啊 将来没机会了 是吧 没机会了 所以我们要用好每一分钟 用好自己的生命的每一 每一个方面 是吧 为人力为国家 为民主做最大的贡献 这才是 不是呢 你看我们人很简单嘛 我经常给呱呱落底 从母亲怀里落下来 最后呢 我觉得世界最公平的 就是这个 是吧 死就是最公平的 是吧 我看我们很多朋友 台湾朋友 马来西亚都在学举这个观点 我也是很结束的 死 世界最公平的就是死 你不管有多少点 最后也要死 不管有多大的光 也要死 光这死的光荣嘛 有意义嘛 有价值嘛 所以毛主就说 人故有一死 要么如太山 要么如虹毛 是吧 最后烧着一束灰 又放在地里面 你洒在大海 洒在江河 洒在哪里 都还是落在地啊 是吧 所以一个人不能离开地 所以一个人睡也要接地气 没有接地气这个人就生病了 这就是智慧我们经典老祖宗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好经典 没有做好经典 教好经典的 所以我们 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学习 大家都要请鞠躬礼 大家我们开始吃素食 是吧 是吧 最后人和自己和谐了 整个社会和谐了 人类和谐了 是吧 所以我们有用经典 好吧 好 第四点就是讲 学生怎么读经典 是吧 我总结了八句话 学生怎么读经典 第一 即早诵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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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即早诵读 最好 是吧 十二岁 现在有些离出来零岁 有些还离出来负一岁 负一岁 我觉得我也在同 就叫做胎教 从胎教开始读经典 哎呀 最近做了一些实业 最近十几年来 有些胎教的人 听经典 听古琴 身处的孩子 儿子一岁多 一教他读弟子规 他就能够跟着读了 他读那个《沙字经》 只教了一两篇 他就背读了 因为他的母亲怀悲 就接受了《沙字经》的信息了 所以这个很好 所以即早诵读 最好负一岁 你至少三岁开始读吗 三岁到王军能够接受了 别贴贴诵读 你不能丢 一贴二十分钟 一贴二十分钟 这个要劫持 第三 静心诵读 读经俩的心要静 而创造一种安静的 我觉得我是怎么来解答这个问题 有些说小朋友 他注意力很差 要他怎么安静的下来呢 我是这样 你开始读的时候要他进行 因为小朋友注意力不超过五分钟 小学生注意力低年级十分钟 中年级十五分钟 高年级小学生注意力二十分钟 十五到二十分钟 这是我们心理学研究的 是吧 这是绝世纪公认的 所以我们要求读的时候 你看绝国读总结了 把书摆好 我们台湾朋友也 把书摆好 我们大陆经常总结 大家总结了 把左手把书摆好 右手摆好 所以大家总结了 以止读书法 是吧 一个止读 以止读书法 一个字一个字 开始读的时候要进行 并且开始读的时候要速度要慢 一个字一个字要读准确 所以我是怎么知道大家读呢 开始读要进行 开始读要速度要慢 速度开始慢 然后慢速 中速快速 最后要快速 因为语言啊 是反映思维的工具 这是心理学别力 开始要慢 慢速 中速快速 开始读的时候要静 后面可以快乐的读 你看后面瓦底了快乐的读 是吧 你游戏啦拍手啦 哪里叫做巩固啦 巩固来你可以采取不同形式 开始读的时候不要搞花样 我们总结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 开始读不要搞花样 开始就骗手啊 或者拳啊什么什么跳舞啊 不需要 读书啦为了巩固 可以采取各种花样 大家自己创造 今天像我们小刘耀师啊 刘切胜老师也会大家讲 他怎么读地质规的 但是开始读的时候要进 要慢 人会就快 各种形式 第四呢 要轻松送读 我为什么讲到轻松啊 现在我们一些小学呀 找读课 一些校长 看哪个班读书生意越大 这个班读书就读得越好 不能生意大了决定读书的效果 是吧 你们试一试 读书很小精力的 你看我们老师讲课 我们讲课很要精力的 一下来呀 就觉得很累的 因为我们每一天讲 腰也痛 坐在这里腰不痛 因为主要精力去上课去了 一下来腰痛 是吧 所以我们过去就鞠躬也太做少了 是吧 所以我们好精力 你要去想想呢 你本身学生早上就没吃好 你看我们现在早餐 学生的早餐是最差的 都早上太早了 还没开胃 学生不想吃 那么就是拿过一点精力 你早上一读 三年读得很大 把精力绝不消耗了 到了学其他的语文 数学其他的课 就没精力就打瞌睡了 你看现在我们小学 中学好多打瞌睡的 与老师教学也有关系 与我们的教育有关系 你看苏联 苏联的教育且苏联 现在教俄罗斯大 分成很多国家 苏联教育家 苏霍莫林斯基 前面我讲的 苏霍莫林斯基他的学校的课表 我就很 我就学他这一套 他的课表 第一节课 中学第一节课五十分钟 第二节课四十分钟 最后一节课只有三十分钟 他根据学生的经历 学生的经历 生理规律的安排课表 安排做起时间 你看我们 留校生你家里是 学校是这么安排 你读入四十分钟 要么读入四十五分钟 中学读入五十分钟 大学读入五十分钟 我知道的学校 我原来我自己当校长 我读入 因为我自己当校长 我就决定了 现在他不是我当校长 我讲他不一定听我的 是吧 你们去试一试 你们自己当校长 来安排我这个做起时间 效果完全不同 是吧 他学生对你学校很反感 对你家长很义反 这样学生也学不尽了 为什么义反尽呢 就是我们不懂教育规律 引起儿童的心理反抗 所以你不能怪学生的 只怪我们老师 怪我们的校长 所以我们大家总结一句话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大家记住吗 是吧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就是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我们反复实验了 特别我最近四年 我招了三十个 大多数都是家长不要的 学校不要的 我教了以后你看 他们基本都变好了 至少不会变坏了 是吧 诶 王爵可以 我还没花什么精力 没花什么精力他们都变好了 读经典 老师跟着我们做 学生就一下变好了 不要教啊 是吧 这个不简单嘛 我们的学生都不错 我们昨天待七小时 何列军呢 何列军站起来 大家认识一下 江西的 我的小弟子 是吧 诶 他也是个俏皮捣蛋的 读书不读的 出去就打工 打工也和人家打架的 现在你看 不是我把他留下来做助教了 是吧 你听他读书 慈性 哪都能力 经典 到位如流 书法写得非常好 太极打得很好 我书也不错 诶 诶 诶 我看 你看 就是我教学效果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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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怎么变了一个人啊 诶 诶 诶 我就待 下学 就 loose 下一个个月开始造生活 只遭老师来不着这些挑剔的 跳 sits 对 抚拔 诶 是吧 他馬上看得到誰都睡過覺 洗腦袋 一絕背 他又怕維承出去了 又去上網去了 這些學生很難教 是吧 一半 半年就變好了 一年基本就不要管了 是吧 所以教育就是這麽教的 第五 學問宋徒 我認為不要叫學啦 我們夏東的某某某同志 福北的某某同志提出來 弟子規要拿幾句要塞掉了 大學拿幾句要塞掉了 他就有封建的東西了 哎呀 我講這些人啊 都一點不懂教育 是吧 第一 我講你怕有什麽封建的東西啊 我們在大陸共產黨還追你搞封建嗎 你搞封建的東西 現在哪個買你的帳啊 現在人都有思想有文化啦 你搞封建哪個要你呢 是吧 你不要擔心吧 別哥 你就是把那個拿掉反不行 別哥 有一些東西 我是不同意用封建這個詞 是吧 什麽叫封建 封建是政治制度怎麽是文化呢 政治制度已經沒了 早就沒了 你現在用的我們共產黨制度呢 還有封建制度嗎 什麽 它只是過時 我認為已經有些光點 有些光點過時了 是吧 它不是封建 封建是種制度 它不是種文化 文化裏面有封建的樂意 反應封建制度的一個樂意 但是它不是封建的東西 是吧 封建是種政治制度 我是這麽講 至於有些東西過時了 很了不起啊 有一個人來和我說啊 它講論語這樣啊 論語啊 論語中 論語中有三句話是錯誤的 我講 有三句話錯誤啊 它就是的 它講 你還在這裏引導大家讀論語 我講 我首先不討論哪三句話錯誤 我首先講一個光點 看你接不接受 我就講啊 毛主席著作 領我們多少年啊 毛主席著作領我們幾十年 五六十年嘛 三十年嘛 我講毛主席著作 你打開 打開毛主席著作啊 階級鬥爭要貼貼講 演練講 音樂講 出了嗎 他講 出了 毛主席著作裡面 造反有禮 錯了嗎 他就錯了 毛主說 五三階級決政下 繼續革命 錯了嗎 人民工程 錯了嗎 錯了 計劃生育 計劃經濟 錯了嗎 他錯了 現在我們是搞 有計劃的市場經濟 市場經濟 所以第一 國家你不能否定毛主動等都錯 他只是過時了 他在當時 他是想把國家搞好來探索 造反有禮 是什麼情況下講的 你瞭解嗎 你動張起立 當年就錯了 是吧 我講 你看毛主席著作裡面 只要三十年 四十年 你講五十年也可以 是吧 毛主席去世七十年來 七六年來去世 你看 打開書有這麼的錯誤 但是我們國家很聰明 把毛主動思想 作為全國全黨人民的指導思想 你不能說幾句話錯了 就確保否定 是吧 我講 論語離我們多少年啊 兩千六百多年了 還只有三句話錯 我講 論語是不是重要 是不是經驗 哎呀 你這麼一講 論語真地了不起 兩千多年只有三句話錯了 是吧 毛主席著作靈魂們這四十年 有這麼多錯誤 他還要作為全國指導思想 所以我們的態度問題是決定一切的 你思想正確 就一切正確 思想不正確 你看什麼都是錯誤 是吧 是吧 我們不能有一兩句話錯了 就確保否定 後面我再討論論論語的下句話 最後我到時候再和大家講 我的理解不是這樣 我説你證明讀書沒讀好 所以講它錯了 是吧 你讀好了論語這三句話 都是正確的 所以我們大家要全文宋讀啊 把它搞好 系統順土 不要讀一點 也至少要讀 我講 至少你這幾個四十五經 要讀完 是吧 把盟學的經典也讀完 真意不是只讀一篇兩篇 怎麼能夠有經典呢 是吧 最後我提出來啊 紮實順土 熟練順土 紮紮實順土 要讀一百篇 兩百篇 三百篇 是吧 熟練的讀 就背著了 沒那個不對的 是吧 你看我們那些學生 批評老師 批評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老師好笨啊 以後我讀一百篇 我五十篇就背著了 實際他是最笨的 他就覺得我好聰明 我好聰明 我讀五十篇就背著了 是吧 所以要鼓勵兒童 調動學習經濟性 好吧 那麼我們這個經典的教師的理論 培訓五講 我就講到這 向大家揮發這 最後的呢 最後九號下午我就給大家 學校怎麼抓著想工作 好吧 我就留刀來給下午再講 好吧 你看 學校怎麼開著工作 我就人格批評 我就下午到時候再講 最後 向大家介紹 怎麼經典與人格結合 與高尚 好 今天上午最後呢 我想大家揮發一下 怎麼來 這邊教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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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寫的是四書第一步 四書第一步 只有一千六百八十個字 多少章呢 三十章 實際是三十段 我們都背了章 我告訴大家呢 因為這個 我編這個教材的 我編的呢 第一版 第一版都已經一本都沒有了 是吧 後面是我自己留到 教學用的用到也留到一本 是吧 那麼第三版呢 下個月就出來了 第三版 那麼在前面兩版基礎上 我是做了認真的校對和重新設計 非常漂亮的 是吧 應該來講呢 價格應該也在全國最別年 現在我們有些把價格標得很貴 很貴 那麼怎麼大家能夠讀經地呢 農村還是這麼讀呢 是吧 所以有些四百多塊錢一套 兩百多塊錢一套 我們今後出來的書就是幾塊錢 一本幾塊錢 這個家庭就 每個家庭都能夠負擔得起來 是吧 所以這是教材的問題 教材問題 我們下個月會出來了一個新版教材 這個教材呢 我們講 一定要學好教材 我們主張還是要帶拼音的 帶拼音的教材 字要很大一個人 別欲近 別人呢 是不壞 不會 勢力不會壞 學生現在多少勢力啊 它容易進 字很大個 別人呢 它不勢力 你看 它不會壞勢力 第三 我們主張紙張 你看我們編的書的紙張是不發光的 現在很多出的教材 那個學生一看就視野鏡 是吧 我們的教材出版的都是紙張不發光的 學生很好的 第四呢 沒有插圖的 不要有插圖 插圖 學生他就是看熱鬧 自己看話去了 他不看字了 所以效果就不好 所以很多人就問我 劉悅探 你是教心理學 教育學的 到底有插圖的好 還是沒有插圖的好 我說沒有插圖的好 真是有心理學援力 兒童他喜歡看 喜歡看很畫嘛 很花燒的東西 是吧 他注意力不集中嘛 但你沒有插圖的 他就很集中嘛 好 那麼這一大學 我們大家都有嘛 都發了人家的 因為我們的沒有了 一切都是我們自己的 所以我們劉主任去埋了這個大學 給大家參考 給大家參考 這個書還不錯 但是好像也還有幾個地方的小錯誤 這個小錯誤是難免 只是要少錯 盡量不錯 因為那個拼音啊 你改了改了 它印刷場變了一下又變了 確實 有些是改了的 它又變了 大學一共三十張 一切六百八十個字 那麼第一 我們去教大學首先要跟學生說 這個大學到底誰做的 哪個寫的 大家要來講 這個做者是誰 對 所以我就想大家介紹一下 作者啊 有很多種說法 我在這裡介紹啊 有三種 第一種是孔氏之一術 而初學入德之門業 孔氏 第一種觀點認為是孔子做的 孔子做的 孔氏也可以包括它弟子 但是一種觀點就是孔子做的 這是一種觀點 第二種 叫蓋孔子之也 而孔子素之 孔子講的話 而孔子呢 把它記述下來 那麼可以說是孔子做的 孔子叫什麼呢 它的名字叫什麼 姓曾 名是嗎 名聲 人聲 人聲 人聲的聲 這個地方不能讀餐 不能叫曾餐 是吧 為什麼不能叫曾餐啊 這個曾子的名字啊 是孔子取的 孔子的影響取的 曾子的爸爸 叫做曾蝶 一蝶 兩蝶的蝶 曾蝶也是孔子的弟子 曾蝶呢 得妻子 就是曾子的媽媽 身體不好 始終呢 懷不起孕 這個到了四十多歲 在懷上曾子 就 曾蝶 再跟著孔子學習 有一天 家裡來報信啊 爭疊 爭疊 爭疊啊 恭喜恭喜啊 你做爸爸了 馬上回去 家裡也要 诶,我首先三年就是读经验 打好基础,四年间就学数学,一下就懂了 那个小学的数学太简单了 它就是六年级,那个应用体,双述应用体比较难 其余都是很简单,四则运算 是吧,三年四季完全学好 它有这么多智慧了,这种智力都开发得这么好了 它学数学多快啊,是吧 所以我为什么理出了一个七到八节课,这个意思 就针对性的啊,你不要国家课程都不学了 那不行了,所以我在这里提出了 现在全国两种模式,一种是我这种模式 国家规定的课程,全不开 做十当调整,十当调整是什么 有一些课是十当节省,比如说体育课 每次开三节,我只开两节 我十节还是开了三节 因为我这一节是五数课了 五数课怎么不是体育呢 这是最好的体育了 是吧,两节音乐课 我开一节教那些,唱那些爱动歌曲的 还有一节教鼓琴,欣赏音乐 还是音乐啊,我没有违背国家教育的要求啊 是吧,他说我培养出来的水平 我被你国家规定的高出几倍啊 质量要好到几倍啊 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教育啊,好好的 所以我这种模式呢,家长方言 你不能脱离社会的 现在社会你没有文凭这么行啊 没有文凭一切事情不能做 不是我们中国家文凭,全世界家文凭 没有文凭,算文凭作为你衡量的最基本的要求了 是吧,你不能脱离社会 你到星球上去啊 你去开发一个星球,不要文凭的星球 那你就去了 是吧,还有一个 我只读经典不学书里话 不学科学 你这样观点也是错误 是吧 读经典不学科学 我讲了人为和科学必须是两条腿 同时走路 同时一样大 一样长 长一点都不行 所以我就提出 我在说文理皆优 你看我的北洋目标 文理皆优 德采皆优 文理都要优秀 文理皆优 是吧 所以我们这种国家教育的课程加 我现在加四大特点 这是我的学校就是四大特点 五大经典教育 五大经典教育 八大能力培养 十大行为习惯训练 十大高尚人格塑造 我就是用这四个东西 改变中国的教育 文化工地差 品质道质差 我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还解决这个什么问题 能力问题 现在有学历没能力 是吧 就是三个问题 文化工地差 学生能力差 道德品质差 我解决三差 三差 我用什么东西来保证呢 我就是五大经典 保证文化工作 八大能力 保证能力 差的问题 十大行为习惯和高尚人格 十大高尚人格塑造 解决中国学生道德素质的问题 这中国的教育不是越世界最好的教育吗 这不是我们总书记总理最想要的教育吗 这不是全国家长所要的教育吗 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教育吗 你看我的大学目标三句话 改革中国基础教育 我的口气很大的 创新中国基础教育 第三句话 打造中华民族教育品牌 好吧 打造中华民族的教育品牌 我这个办学方案 都可以征送给所有大家 都可以征送给我们每位老师 你带回去 你看我的教学理念 我的办学思想 我的办学宗族 这个东西你可以借鉴 这是我研究四十年子教育的心血 是吧 把中国的教育 主要的问题怎么解决 这是我们每一个老师 每一个校长教育工作者 包括每个家长 都应该来关注我们的教育 这个教育不是总书记总理一个人 中国的教育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教育为本 教育是我们国家新王的最根本的东西 人才为本吗 人才教育吗 怎么有人才靠教育 所以教育是最根本的 百年打击教育为本 这是我们中央所的 国家写经文件的 百年打击教育为本 我们中国大陆 国家只装三个重点 三个重点 哪三个重点 你们知道吗 第一 科技 第二 能源 第三 教育 我们国家这么多工作 几百几千项工作 中央重点装三项工作 国务院重点装三项工作 你没解决科技问题 没解决能力问题不行 没解决教育问题不行 没人产 我们休息十分钟